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节前几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属下的纽约储备银行发表了一份报告 说这几年美国政府制裁中国企业的一系列管制措施 不单止没有达到保护美国企业的目的 而且起到反作用令到美国相关企业的市值蒸发了1300亿 假定这个数字是准确的 老实说真的有些出乎我意料之外 不是太大而是太小 几年才只有1000多亿 以美国经济体量之大 现在还是承受得起的 我手上没有中国方面的数据 不知道中国企业因为美国的制裁损失有多大 如果中国企业因为美国制裁损失更大 那就是美国相敌1000 自选800 继续还有好处 继续玩下去 可以玩死中国 但是如果反过来 中方损失不够1300亿 那美国就是相敌800 自选1000 得不偿失 继续玩下去 总有一天 玩死的是自己 生活得更加腐足便捷 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要达到这个目的 不断加强科研 改良技术 增加生产 开展贸易 是必要的条件 那种抱着一起 死都不让你进步的灵和思维 是违反这个人类进步大方向的 是反智的 结果是怎样 人所共知 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 大企业靠实力红厚 不惜付出高昂成本 都要获得垄断地位 然后赚得更多 亦有不少成功的先例 美国现在想的 大约就是这样的路数 只不过 你要看对手是谁才行 美国现在的对手是中国 第一 中国会不会给你整塌 第二 就算中国塌了 会不会翻身 如果中国打不死 而且还有能力反击 美国就是即时白事 如果中国死了 但是没时间就翻身 美国终归都是白事 除非中国死到直 永远没得翻身 美国才有望靠垄断地位 来赚回够本 综合民族性格社会制度 等等条件 你说 美国在可见的将来 能不能够真的打到中国 没得翻身 六月 美国国会众院的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 有一个条款 禁止中国企业 大疆的无人机进口 但又到了七月 参院的版本就没有了这个条款 那算不算是一个迹象 预示美国和中国打经济战的结局呢 经济战的最终结果 怎么都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到 但是有一件事 到九成九的争斗 前两天在巴黎 就即时延眼步了 游泳兵赛 男子四成一百公尺混合接力 美国垄断了这个项目四十年 除了抵制莫斯科奥运 美国队没有参加那次 金牌从未旁落 今次巴黎奥运 中国队有实力挑战美国 于是美国就联同整个西方泳界 夹手夹脚 阻止中国队绝观 如果手段正当 本来无可厚非 比如美国队明知 中国队的第一胖仰荣 和第二胖蛙荣 表现不差 但是第三胖 蝶荣教育 第四胖自由荣最强 于是就正确根据对手各人的往迹 留足足保险余量 来制定自己的战术 在头那两胖 出行力取得领先位置 在第三胖尽量将自己的优势 扩大到超过中国第四胖 潘展露的反超能力 美国队是有希望赢的 又或者 比如跟澳洲法国等盟友商定 在比赛过程中分阶段领游 打乱中国队的节奏 这个手段虽然有点不见得光 但是 但是 说起来还在泳池之内都勉强可以接受 显然 美国和西方盟友 创估计中国队的实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竟然采取最悲劣的泳池之外的手段 恶意投诉中国运动员 拍药 搞到中国队要接受过分离谱次数的尿检 美国和盟友这个骂骂 起不起作用呢 是有作用的 一些中国荣将心理真的受到影响 表现失常 但是与此同时 也都激发其他人的斗心 最终在混合接力中 中国队第一第二棒咬到实一实 没有落后 第三棒就落后两公尺 而最后一棒的潘展乐 游出惊人的45秒92 持两公尺入水 先一公尺束逼 打破美国队40年来的垄断 抢了这个意义重大的金牌 美国泳队这个项目 输在哪 我认为就是输在低股对手能力 如果美国泳将发挥正常 战术得当 将头三棒的优势 扩大至四公尺 就算潘展乐以这样的速度超常发挥 中国队都要输一共尺 美国政府现在和中国打经济战 最终的结果会不会和这场泳赛一样 我看是极有可能的 因为一样有不输得的压力 一样想靠矛招取胜 一样高估自己低估对手 赛后美国泳将对中国对手的态度有了变化 友善了些了 说明现实放在这里 不到你不接受 下一个话题 每年8月6日和9日 日本的港岛和长崎都会分别举办活动 纪念这两个城市在二战结束前 被美国用原子弹轰炸的惨剧 今年港岛请了以色列的代表出席 而没有请巴勒斯坦 整个活动风平浪静 敬拜如意 但是长期相反 请了巴勒斯坦而没有请以色列 又演员外交事件 战斥和欧盟成员国严重不满 发起抵制 本来日本和美国的代表 同场出席这种场合 主客双方都有一点尴尬 你想想 炸人的是美国 被人炸的是日本 当时是死敌 现在是盟友 旧日的是非不道理不提 如今的恩怨 想避没得避 日本人就只是肾被人打得很惨 从来就没有想过 为什么自己会被人打 美国固然可以比几分薄面 过这个男人 但是又不想他三分颜色上大红 所以美国一直以来都是駐日大使出席 说几句不行不通 不着边际空话 大家深召 礼成 散会 赵贵 美国扎港岛长期是异见的事 跟以色列是没什么关系的 因为那时候都还没有现在的以色列 长期市长不请他的大使 也都大条道理 不过 现在是阵营对抗 意气要紧 不给面子我兄弟 即是不给面子我 这帮知识和欧盟成员国的駐日大使 就联合写了封信给长期市长 说明不请以色列大使 就是将以色列和俄罗斯白俄罗斯 这些商提并论会引起误导 那么长期市长又为什么不请以色列大使 他给出的理由是出于安全考虑 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的 是怕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最终抗议搞全个派对 只是怕伊朗布袱的导弹打到长期 我估有可能是长期市长对尾巴冲突有自己的看法 不想跟以色列走得那么迫 总之就是不听美国的话 区区一个日本市长都敢不听美国太上网的话 这件事非同小可 怎能不满意颜色 我个人对请不请以色列和请不请巴勒斯坦都没什么所谓 说到请以色列而不请巴勒斯坦 长期请巴勒斯坦而不请以色列 只能够说明两位市长对巴勒的取态不同 自然是政治化 但是这种党同佛异的事 美国和西方做得又少吗 没得怪长期市长的 我恨日本人的这种祈祷和平活动 是他们扮了受害者名冤叫冤 而不反思自己作的恶做的业 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件事上不妨 这些仪警告一下日本人 对两个城市都一事同仁 一起杯葛 而且必须提高到国家的高度 历史的高度 要日本人在全国上下都有些既成 别以为只要谴责核战争就可以握全世界 怎样警告 我现一刹 港岛和长期不是每年8月6日和9月9日都纪念被炸的 美国同时都搞像导弹演习 来纪念炸他们 在哪里搞 就在美国自治领地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的天灵岛 那里的提尼安机场就是当年那两架带着原子弹的飞机起飞去炸港岛和长期的地方 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就是要提醒日本人 今天在这里出发的原子弹 不用飞几个钟头那么久了 几分钟就到的 你们省定点 好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说 多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